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字别棉袄拉屎别瞧 当时学生叛逆 就是不听老师各种去想法跟老师对抗 现在想起来其实挺可笑的 老师以前说的那些 我们当时可能以为没什么用的话 其实现在对我们工作上 还有生活中都是很受用的 毕业之前总觉得老师就是想 特别想约束自己 但是后来毕业之后的话 就感觉其实老师的话 还是为了学生脑 从学生的角度去出发 当年做学生的时候 觉得作业很多 完不成 但是现在做老师就真的有体会 就希望他们如果想要学好的话 真的要刷题 现在的老师我觉得越来越累了 责任更大吧 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好像对孩子的要求 越来越高 竞争也越来越强烈 不想啊 不想他生过学家 嗯 想 我想成为英语老师 我想当配演员歌手 我高音非常高 我不太愿意 因为我害怕有的调皮的学生 能把我勾起压气了 未来想也想做一名老师 因为我很敬佩这个职业 也很喜欢这个职业 我们家里边老师比较有多 所以我不想从事教师这个行业 我很想成为老师 因为孩子们很单纯很天真 然后就觉得看着他们成长 就觉得自己也成长了 没有耐心 我觉得老师真的得有 特有耐心才行 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老师您辛苦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祝您长寿 请允许我 请代表我自己 向我以前所有老师 表达衷心的感谢和祝愿 祝你们身体健康 和家幸福 祝福我之前的各位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身体健康 祝老师所有老师 教师节快乐 希望老师教育 别人家的孩子的同时 也能收获自己健康快乐 和谐的家庭 所有的辛苦的付出 都是职责的 都能够有回报 学生们也都能有收获 祝老师们都快乐 条理满天下健康 你别光教育别人家的孩子 自己家的孩子 也得多付出 多付出点 老培养别人的孩子了 自己家的孩子谁管 多理解教师 别等教师节这两天 前后 关心教师 过了这个节 就没人管他了 你先说吧 我非常爱黄老师 我先给他写一封 我爱他的信 尤其是黄老师 非常美容 而且非常美 老叫我们宝贝 我对黄老师说的话 要很多很多 好几年都说完 说得像十句课文那么长 这我怎么说 我不想让班主任换 我想让他们一直跟我们到16个年级 对 想让黄老师跟我们一起到初中大学 黄老师我很爱你 我都不想让他们到16个年级 那我学习的家里 我也是想让他们到16个年级 那些年级 就是会在家里的家里 我真的有了 我真的有很多大学 那我已经闹到 我还没想到 那我这些年级 我还没想到 那我还没想到